根據這個資料做出分析 可是我們看下一張 再下一張 四次會議你看 提出來的交通評估 都是同樣的路口 都是不一樣的 你看這十個路口 你們看變來變去 我不用念 你們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 環評說明會是給民間看的 都審會是給委員看的 可是都審會顯然都比環評會好 這個目的何戰 下一張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晚上的 你們也可以看到 都審會的 這個紅色的比紫色的要好啊 C都可以變成B 你看那個第五個路口 C05 第五個路口 C變成B C變成B B變成A 你們看 這個資料 本身自己就矛盾了 這是同樣的交通評估報告書裡面 出自哪一頁 我在意見書上都有寫喔 好 那請看下一張 所以我們看到路股服務的水準交通評估分析喔 變變變 我們都沒有去指責他對不對喔 他自己變來變去 下一張 我們看這個路段 路段的這個更奇妙了喔 我們看到路段他的評估 我們看松德路松山路喔 你們看看 所有第二次幹事會議喔 大家看 這個幹事會議 給委員看的通通都是A 委員有沒有看到 通通都是A 通通都是A 所以這種情形喔 實在是下一張 這個真的是騙我們 下一張 所以我們請委員才是喔 如果說沒有對交通評估問題 釐清喔 實在不可以再行審議 因為資料不確實 而且有偽造資料之選 那如果說 開發單位 對委員解釋 說我們曾經做第二次調查 第三次調查 第四次調查 這個都沒有寫在交通評估書上面喔 沒有寫的東西喔 不足為品喔 下一張 那另外再看 6月12號7月25號 請讓我講完 私面資料處時間到了 好我就講完這一點就好了 那6月12號跟7月25號 都對民間有一個溝通說明 就講說那個老人長照是五樓 可是現在變成七樓 跟委員講的是七樓 那五樓騙七樓 為什麼騙 我們不知道耶 這樣資料變來變去 那等於是欺騙我們嘛 那我們住在這邊 好下一張 好我們就是一個要求 就是說按照主席的指示喔 這個是誰的指示 這個是那個第一次幹事會議指示 那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不用講 他就叫他把建築物往南移嘛 就像那個主密講的嘛 下一張 所以我們看第二次幹事會議主席又指示 指示說 你沒有退縮 你要再退縮 最後 最後下一張 所以開發單位從來沒有遵從 那政府執政的權威 我請問主席 那你們官員的前衛 都發單位都沒有遵守 我都生氣了 你難道不生氣嗎 謝謝 報告完畢 這邊我要檢視一下 每個東西會有動態的東西 因為它有開尾 它有修正 那你說五樓面積 我是沒有仔細看那個圖 那它總樓的遠面積 如果說它還是一致的話 讓它說要退到公共空間出來 它到樓層就要 海旁邊瘦高嘛 那這些東西 我是沒有看圖啦 但是這樣講 會提醒我們 所以如果我們看圖的時候 會很仔細的去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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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十五分鐘到了吧 謝謝 謝謝 謝謝